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说说加拿大大家拿 5月初我们最开始说加拿大大家拿 就是说这个疫情开始以来 加拿大政府推出了各种补贴计划 帮助加拿大的人度过疫情 当时我们说了是工人也有,职员也有,老板也有,房东也有 老人也有,孩子也有 所以叫加拿大大家拿 那么过了大概两个星期我们又说了一个 加拿大大家拿,就是说 它情况还在发展吗 第一次没有老人,回来加上老人 本来没有学生,又加上学生,等于 差不多全民都有钱拿了 但是呢政府也发现一个问题,说 因为拿的太容易了 有好多人冒领 当时政府说呢 现在政府已经发现有20万人冒领 但是呢因为考虑到疫情严重 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度过疫情 所以发现冒领 也没有查 就都被发出去了 那现在呢疫情慢慢的 走向结束了 拐点已经过了,然后呢 加拿大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了 政府也有 时间和精力来管这个加拿大大家拿的事了 现在就推出来这个 惩罚办法了 先是推出来退款办法 说你 主动退回来不罚款 但是你不退回来 叫政府 督促你 退回来这个钱 那就要有惩罚措施了 一是政府督促你 退钱的 你要退两倍的钱 你比如领了2000块 你得退给政府4000块 如果你 如果你还不退 那么还要加上罚款 罚款最多可以罚到5000 那当然最高的惩罚措施 如果你这两个你还跟政府 抗着不办 那么政府可以 把你送入监狱监禁 最高 关你6个月 这一下 认真了 所以呢 不退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了 这两天政府已经说了 这个办法 现在推出来 但议会还没有通过 但只是把这个办法公布 已经有好多人退款了 有多少人退款了呢 19万人退款 前面我们说了 政府说有20万人 冒领 现在19万人 都退款了 这一方面呢 说明加拿大人还是比较老实的 老实的多 第二个呢就是加拿大各方面 管理的很完善 完备 你要想逃脱政府的监控 也不太容易 咱们举两个例子 例子比较能说明问题啊 就是说 什么叫冒领 而且为什么说 你很难逃脱 加拿大政府的监控 但是他呢 两份都领了 这一下不是每个月进账2000块钱 他一下进了四五千 但这两笔钱呢都是 一个渠道 从政府一个渠道 出来的 所以政府很容易就知道你 同时领了两份钱 所以这个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人啊 他只能主动退回去 他知道政府 看得明明显显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在当时这个 条件里有这么一条 就是因疫情丧失工作的人 可以可以领着2000块钱的 迎起响应的钱 但是主动辞工的 不符合条件 怎么还会有主动辞工的 有比如现在在 在这个疫情中途 因为有些 企业已经 开工复产了 老板通知你回去上班 好多人 他他一听到这个就头疼 他不愿意去上班 为什么呢 尤其是比如说像生产线的 装配工 然后超市例 比如收银员 他年薪在三到四万的 那么他每月到手的工资啊 扣掉各种 之外 到手也就是2000块钱 那这2000块钱 你是辛辛苦苦挣的 可是你不去上班 你在家里领这个 政府这个 应急想念计划2000块钱 那是舒舒服服的 所以呢他就 老板让他去复工吧 他不去 他继续在家里 待着 然后领这2000块钱 那这实际上你已经成了 主动辞工了 这时候呢 一 从理论上讲 政府他也可以比如跟各个 企业一沟通 他就知道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 第二加拿大人也喜欢多事啊 尤其是你不 你不去复工 那老板也不高兴啊 老板一封举报信 就把你给举报了 这也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政府已经说了 自 推出这个退款和退款政策以来 然后也推出了举报 渠道 现在政府已经收到600多封举报信了 所以呢你就是 也这种情况 你舒舒服服拿 政府还是容易知道 通过这两个地区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加拿大 大家拿是 大家都来拿钱 但是这个钱 也不是那么好拿 你得合理合法 如果 你想偷鸡取巧 很有可能 钱最后没拿到 还被关到监狱里去了